高雄石化氣爆滿兩週年 有8名氣爆受傷的警消重返工作崗位 高雄市政府亦公布氣爆重建工作進度 善款使用已超過8成 不過自從去年32位離難者家屬達成和解之後 所有傷者的求償案都現在仍未和解 在高雄氣爆中 面同搜捕受重傷的余運泰 復健兩年終於重返消防分隊上班 不過三道桌上的雙手 要穿消防衣還是有點辛苦 需要有人協助 氣爆滿兩週年 重返工作崗位的警消有8個人 因應桌上的後遺症 工作方法和心態都必須要調整 而且未來還要持續復健 氣爆重建之路還未結束 高雄市長陳菊 亦都率領市府團隊公布重建進度 45億元的善款已經運用超過8成 不過32位離難者 去年家屬達成每人1200萬和解 不過所有傷者的求償案都現在仍未和解 善款的餘額6億多 市府表示目前傷者的情況已經治療到最近穩定 將會進一步評估後續生活輔助所需經費 希望能夠照顧他們到最後 如果還有餘款 也會再投入協助災區震慶 今天就中了一會購入協助